想讓你的吉普利風格動起來嗎? 哈囉我是阿斐 今天來分享比簡易更強大的AI解析軟體 HIPAA Atomic 你們想在影片中生成AI的虛擬人物 還是在影片當中生成自己的虛擬形象 甚至你可以讓AI生成了比基尼納貝 在台北市的街頭上面漫步 只要透過它全部都可以做到 阿斐現在馬上生成一段我自己的數位虛擬形象給你們看 在數位人的地方輸入自己想要的文字或是語音 再選擇自己的照片建立虛擬形象 現在的影片製作很簡單 文字輸入進去搭配自己的克隆聲音跟自己的照片 就能簡單製作影片一起來看看如何製作吧 是不是生成自己的數位虛擬形象非常的簡單 再來我也可以透過它的AI功能生成像剛才吉普利風格一樣 兩張不同的照片把它合併在一起 我可以做到讓兩個相愛的阿斐彼此親吻在一起 也還可以透過它裡面圖片生成影片的功能 讓阿斐自己透過AI生成的改裝車子 讓它可以動起來 哇 阿斐真的覺得現在的AI的應用真的是非常的廣 除此之外 Atomic針對新手或是一些比較不會剪輯的長輩 有推出AI自動生成影片的功能 只要輸入腳本或是自己想說的話 就可以透過AI自動匹配素材來製作影片 雖然自動生成出來的影片還比較生硬一點 但我覺得隨著它的素材庫越來越豐富 我認為可能以後的長輩圖都是AI影片長輩圖了 早安吉祥 我的朋友 早安 早安 坦白講他給阿斐第一個感受就是不吃資源 常常我們用一些4K的剪輯軟體 他的預載項目非常的多 運行起來真的是有一點 Lag的感覺出現 不論是阿斐之前使用了魏導演還是到後面的剪影 其實都有這類型的狀況發生 但在他身上我覺得 他已經結合了動畫庫、音效庫、圖片庫、貼紙庫 這一些的資源之外 他還沒有讓我感受到那種會Lag的狀況發生 而且阿斐有問過他們官方 只要在他們上面的素材全部都是可以拿來商用的 我覺得這一點是相當的方便 那一般我們在剪輯的時候也會需要去背以及背景模糊 那他在這個上面我認為他去背以及背景模糊的 這個效果是非常的好 你們可以感受一下 在圖片去背的效果非常快速 雖然沒有達到百分之百 但是也有達到百分之九十五的效果 而在背景模糊的上面表現就非常的優異 還可以選擇自己所需的模糊程度 阿斐認為在這個效果上面他是做得非常的不錯的 還有對阿斐來說自動上字幕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如果沒有透過AI自動來上字幕 通常你剪輯一個小時你就要花一個小時的時間來上字幕 所以在這上面有AI上字幕的功能也非常的重要 並且他除了自動上字幕的功能之外 還有自動翻譯的功能 你們看一下我這一段自動的翻譯 我認為他在翻譯上面是相當的精準 我必須要講他真的很安靜 他跟電動車一樣 可是他那個油門的反應啊 動力感受就會非常的不足 不像那種特斯拉的電門一踩下去 砰出去的感覺 整個來說阿斐認為HIP HOP ANIME MAKE 他是一款值得可以去使用看看的剪輯軟體 不管是對於新手方面 長輩上面的這些友善的設計 以及一些進階的AI圖片影片的應用 我覺得他在這上面表現都可圈可點 那最後阿斐想問問你們 你們現在最常使用的AI工具有哪一些呢 在下方跟阿斐聊一聊吧 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一下 那最後最後面 阿斐最近決定要開始減肥了 而且我正在思考是不是應該要來做一個 肥宅班的這個報名挑戰賽 讓大家來報名 然後自主運動來一起減肥 阿斐這邊就跑去拗一下 來看有沒有廠商要來提供贊助產品 要來送獎品給大家 有興趣的朋友啊 我覺得我們社群裡面再來聊一下吧 好啦今天影片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追蹤我的LINEGFM 每週一二三四五六月晚上六點都有可能會上片 我是阿斐 我愛你們see you later 掰掰 by bwd6 用心去感受真實的體驗 每一個瞬間都有不同畫面 哭聲的旋律在耳邊響起 跟著阿斐走夢想 無限的奇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經典 ?